都已經養到健健康康的 然後把兔兔把他接走 你不覺得很難過嗎? 女兒我都帶到這麼大那麼健康了 你把他帶走 好啦他去那邊比較舒服啦 好下一題 有機會會來馬來西亞嗎? 會 只是什麼時候的機會不確定啊 有機會的話一定會去啊 像如果貓口或巧克力他們有找的話 可能就會去啊 欸這個我還在猶豫要不要回答欸 繁星的初吻是什麼時候? 奧米加星號 回答是不是不太好啊 我的初吻喔 是在19歲快20歲的時候吧 就這樣而已 然後下一題是 你是如何接觸 Minecraft 和UHC比賽 Minecraft就是我當時 就覺得失戀 然後這款遊戲 還不錯 就是拿來玩 然後就看了猜渣的影片啊 那在UHC是第三屆開始吧 然後開始在找人的時候才找到我 還第四季也忘記了 然後才開始參加UHC比賽啊 畫畫畫時遇到瓶頸該怎麼調適 遇到瓶頸該怎麼調適 就先不要畫啊 反正 緣分來了自然 就會有手感 對吧 畫畫時遇到瓶頸怎麼辦 就握握握握握 欸要怎麼講 每個雖然每個都真的都是講出去走走或曬曬太陽什麼 我覺得那個對我來說根本沒屁喔 我還是都是在家裡看 看影片或什麼東西讓自己開開心心還比較好一點 調適喔 真的就是 找身邊的朋友玩遊戲吧 不然就是看我們的影片啊 讓自己開心一點啊 這樣子 下一題 繁星做實況主樂在其中嗎 欸這個我其實是要特地拿出來講另外一件事情 我做實況一定是很開心啊 但是 如果這一題換成說 繁星剪影片樂在其中嗎 我會說 對啊我樂在其中 因為 我所剪出來的片段都是我自己覺得好笑的 我真的常常是剪的剪給自己看的 我就自己 怎麼可以這麼白癡那麼好笑 然後就 就把他剪出來 我就覺得哇 我就覺得 就開始會覺得說 你們喜不喜歡看不重要 我看 我那個 我看得開心就好了 來這一題 為什麼人設要畫粗眉加流口水 奧米加上句點 當時是流行口水叫嘛 啊可是 之後加了濃眉毛之後覺得 喔還不錯蠻可愛的呆萌呆萌的臉 而且最主要是 我本人的眉毛也很濃啊 就這樣啊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特別 就只是 可愛呆萌的臉 那再來下一題 那再來下一題 然後這一題 因為我是香港的觀眾 你覺得如果想當實況主的話 在香港開始還是台灣好 這個我不知道 不知道其實香港的處境怎樣 可是在台灣 如果是實況的話 我覺得不太好 因為 其實台灣目前 遊戲實況這一屆 有在起來 可是沒有很明顯 感謝墨璇 小七點 怎麼還有那麼多 快人快人快人 大概還有五題吧 二 六 八 八題 近年來看 繁星也與許多實況主有不少的互動 因為各個實況主的年齡也都不大相同 甚至是差很多 想問問繁星會不會因為年紀問題 與其他同行的實況主們 不大和感到困擾或發生有趣的事情等等 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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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打個字讓我看看是誰嗎 為什麼不能顯示 其實 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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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了 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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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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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的 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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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 感謝 有那個意見上不合 一定有啊 就其實比如我跟泱泱已經快大一輪了 我已經快大泱泱10歲了 所以可能有時候我們講話 彼此可能我表達的他聽不懂 他想表達的我也聽不懂 但是就是總有辦法讓我們互相都懂的方式啊 像我跟捷克也快大一輪了 不對我跟捷克才是快大一輪了 繁星畫畫 ERR本人不是鐵本 自過看過 對不起 什麼自過看過對不起 對啊就是會代勾啊 但 就也是會有啦 因為我最近玩RP 其實有碰到幾個是年紀真的很小的 那我們其實在遊戲內遊戲 遊戲外還會有一點點 就是感謝Joco小幾點 在遊戲外也有一點意見不合 我不知道怎麼解釋給他聽 我真的很困擾 後來就決定放棄了 放棄去跟他溝通了 我幾歲喔 我講出來你不就知道泱泱的年紀了嗎 不行這樣 好下一題 這題是什麼啊 KANG歌是什麼 有沒有勇氣在隨便一次直播裡 沒有理由的唱起一首刻一安歌 怎麼叫KANG歌啊 下一題 如果有一次免費的機票來回五天四夜 你會想去哪裡 為什麼 會去哪裡喔 日本的兔子島啊 沒有為什麼啊 就是 我還沒有出過國欸 想出國 來下一題 有可以不用信用卡的斗內方式嗎 OUO CWT購買商品除外 他說 有可以不用信用卡的斗內方式嗎 CWT除外 就 你可以現場給我的錢啊 其實 有幾個人是直接現場斗內給我耶 他說你說 那個有手續費 那我就現場斗給你 其實我那時候是真的嚇到 我覺得這樣收錢是不太好 可是 他們又說那是他們的信力 我就只是 就真的收下了 阿再不然就是 轉帳啊 給你我的銀行號碼 你轉給我這樣子 快結束了快結束了 快可以關台了 我快可以休息了 怎麼做出披風 不知道要問啥 也知道可以查得到 但是披風好可愛 所以就問了 低矮黑 披風是你要裝那個 一個 一個 那個什麼 是算MOD嗎 還是算這個 什麼登錄的東西啊 它是OPINFY 你要去 贊助他們 贊助他們錢 然後 就可以獲得一個披風外觀 那個不是Minecraft的 那是 另外一個登錄 那個什麼東西 這個 不知道聊天室有沒有聽到 就是你要載一個 什麼OPTIFINE 這個東西 然後去它裡面 展一個版本 但是它裡面 有一個什麼 繳額付費 還是什麼 贊助他們 那你就可以 套用你的那個 旗子上去 就會變成你的披風了 就這樣子 應該沒問回答到吧 那再來就是 這題 請問我是不是兔窩最可愛的波浪符波浪符波浪符好拉認真的你什麼時候跟點點來香港找我 不是啊 兔子應該 沒時間去 香港找你吧 除非他喊暑假 就算他去 他也是跟他家人一起去吧 我又 沾不到邊 你怎麼會這樣問我 對不對 對不對 好啦 這題是小魚問的 因為我剛剛看到說什麼來香港找他 我在想說是凱蘭跟小魚其中一個吧 以後如果不做實況主要做什麼 以後不做實況主喔 到時候再說囉 一定有方法嘛 對不對 還是可以畫畫 要做什麼 先賺錢 開一間兔子咖啡廳 有沒有 好啦這就是 今天全部的Q&A啦 講了快三小時 我的喉嚨好乾喔 好啦其實 還有一個問題 之前有一個人 有在CWT問 應該是有三個人 他說 他們是說 為什麼 繁星你總是穿著這件灰色的帽T 是不是你沒有別的外套穿了 要不要買一件外套給你 我是說 不用了不用了 這一件是 是兔子買給我的 我會穿上他 是因為要帶著他到處走 這樣子 然後他說 哇兔兔好好喔 這樣子 好啦 那今天就到這邊啦 精華部分我在想要不要上全字幕 好 奶奶你要幫我上嗎 我給你錢 這應該可以分三集啦 好啦我再看看啦 可以的話我自己再上啦 因為 應該三天一步吧 屁花那麼多 我 幹白菜菜是你喔 白菜菜是誰 白癡喔 不是啊要上字幕就全上 重點的上字幕吧 好啦 感謝囉 那 就開刀 因為 我的畫面其實 有擋到聊天室 我是看那個 我的 額外的聊天室 他只顯示ID 沒有顯示帳號 沒有他只顯示ID 沒顯示帳號 他沒顯示 什麼ID 啊我只看到白菜菜菜菜菜啊 沒看到ID啊 沒看到什麼YUAN啊 0177啊 好啦 先到這邊啦 我要去 修養我的喉嚨了 各位 掰掰 祝我生日快樂 感謝今天 donate 感謝感謝囉 掰掰 快樂 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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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